当考古专家打开心坠夫人的棺材盖板时,里面奢华的陪葬品让在场的所有人都震惊不已,专家惊呼简直就是一地下暴霍,然而一件七盒的出土更是让在场的人都为之震惊,打开盒子里面竟是一锅两千多年前的藕片,墓中还出土了一百多件丝织品和墓主人一年四季的衣物,简直就是一时装修。 然而在众多珍贵文物中,有一件丝织品却让专家置机都无法布置,目前全世界仅此一件,墓主人被四层棺材包裹着,打开最里面的一层黑色彩绘内观,一具两千多年前的不服女尸映入众人眼里。 她尸身保存完整,皮肤颇有弹性,有满头乌黑亮丽的头发,甚至连关节都还可以活动。 心追夫人千年不服,一度成为世界性难题,这也引来了世界各国科学家的广泛关注。 其中,日本的生物学家表现得最为积极,他们不为别的,只想要心追夫人的一根头发,哪怕给半根东西,不达目的事不罢休。 日本向中国索要心追夫人的头发,到底有什么用途呢? 你觉得中国应该把心追夫人的头发赠送给日本吗? 可以把你的见解打在评论区,也欢迎大家多点赞关注,让更多的人了解日本人这段不为人知的丑恶嘴恋。 1971年湖南常盛,当地驻军要在马王堆修建一座地下营院,然而在施工的过程中,总会发生一些诡异的事情,时不时会发生奇怪的他方。 正当工人对地下进行钻探时,突然从钻孔中冒出来了难闻的气体,有人不小心用火柴点了一下,立马变成一道神秘的蓝色火焰。 这把在场的工人吓了一跳,这该不会是地下的鬼火吗? 消息传开,民工们再也不敢继续挖下去,有的人干脆直接卷起铺杆,连夜逃跑,生怕挖到古墓的施工队,赶紧把这一消息上报给了湖南省博物馆。 随后,一支考古队来到施工现场,专家表示,地下之所以会出现蓝色火焰,是因为墓室内陪葬物品腐烂以后产生的灶气,工人钻探时把灶气引了出来,遇到冥火才会产生人们所说的鬼火。 这种墓在考古界被称为火坑墓,一般里面的东西都保存得比较好。 随后,考古队立即对这座古墓进行了抢救性发掘,清理掉古墓的风土以后, 一座南北长20米,东西长17米的大型古墓,显露了出来。 就在这时,人们挖到了一些白糕泥,白糕泥是用来保护墓葬,具有一定的密封性。 白糕泥的下面是一层厚厚的黑色木炭,足足清理出来了五辆大卡车,估计至少有5000公斤。 把白糕泥和木炭清理干净以后,专家惊呆了,罕见的方形墓葬,身20米,从上到下逐渐缩小,看着就像是一个漏洞,最底端摆放着长6米,高2.8米的果实。 面对如此巨大的果实,让从事考古领域20多年的考古专家都感到惊讶。 从未见过这么大的果实,墓主人到底是谁?他比皇上还厉害吗? 果实由数十块整墓制作的果板拼合而成,有的果板甚至达到了1000多级。 不知道当时的古人是怎么制作的,太不可思议了。 由于果实太过于膨大,直接从墓中移出来,显然是不可能完成的。 考古队员只好在墓中将果实的果板揭开。 果板揭开以后,考古专家惊奇地发现,他们这几个月的付出没有白贝,这简直就是一个满当当的地下宝库。 最中间是巨大的棺材,棺材的四周全是七针一棒。 就在考古队员提取文物的时候,不可思议的影子出现了。 一件漂亮的七器吸引住了考古队员,打开七器的盖子更是把专家吓一跳,一锅2000多年前的藕片。 然而,考古队将七器取出以后没多久,里面的藕片立即变成了一锅汤。 这到底是什么原因让这锅藕片转瞬即逝的呢? 此时的考古人员还来不及解开这些令人费解的谜团。 随着这些珍贵的文物源源不断地被踢去,最后只剩下墓主人长眠2000多年的住宿。 为了揭开墓主人的身份之名,他们迫切地想要打开墓主人的棺库。 然而,开棺的过程中再次让考古人员震惊不已。 庞大的棺材竟然里外包裹着四层,最里面一层才是安放墓主人的内棺。 打开棺材盖板,内棺上面覆盖的一层神秘果画,让考古专家兴奋不已。 因为它是中国考古史上的首次发现,果画上面复杂的画像会给我们透露怎样的信息呢? 它为什么会被放在最里层的内棺上面呢? 他们决定打开内棺,以探究竟。 内棺打开以后,墓主人被丝绸物破得严严实实。 为了更好地保护棺内的文物,考古人员决定将棺材运回长沙博物馆,做下一步的开棺工作。 四层棺材都是用上等的木料打造的,这四层棺材全是能工巧匠,一块一块拼接而成的。 最外一层是黑漆素棺,没有华丽的装饰,第二层是黑底彩绘器官。 棺材的四周用金黄色描绘出不杂多变的云气物, 纹路间穿插着111个怪兽和神仙。 图案想象力丰富,让人看着有一些远古时代的气息。 第三层是朱笛彩绘器官。 棺材上用五颜六色的图案描绘出很多祥瑞的图案。 棺材上还有六条龙,三只虎,三只鹿,一只凤,一味仙人。 最里面的内棺,官身涂满黑漆,外面用薄盒锦绣装饰。 如此富丽堂皇的棺材,考古专家还是第一次见到。 要想见到牧主人的真容,就必须揭开外面的丝绸物品。 1972年,马王堆汉墓的考古发现,一度成为了世界上最为轰动的经纹。 日本国内更是一片华人,他们迫切地想要了解其中的奥秘,甚至不惜一切代价,向中国讨要心追夫人的头发。 从最初的几根,到最后的半根,日本向中国讨要心追夫人的头发,到底有什么用途? 中国最后给他们了吗? 我们接着往下看。 当考古队员接去包裹在牧主人身上的丝绸物品时,他们发现仅衣物就有二十多层, 还有一百多件丝织品,锦绣,织绣,各种铃罗绸袋,应有尽有,各式各样的袍子,衣服,鞋子,还有手套和袜子。 牧主人生前使用的所有日常用品,一件都没落下,简直就是一场时装绣。 一件透明的蝉衣,更是让世人瞠目结舌,因为它只有四十八克重,如果把领口和袖口去掉,就只剩二十五克重。 据说把它折叠起来,刚好可以装进一个货柴盒。 在古代,这种高级的丝织品,人们说它们薄得像馋的翅膀,轻得像流动的烟雾。 有这件蝉衣的出土,这样比喻一点都不夸张。 从这件蝉衣也可以看出,汉代长沙地区的纺织工艺非常之高, 以至于现在的高科技都无法复制。 把丝织物品揭取完毕以后,墓主人的真容终于显露了出来。 所有人都被眼前这位不服女师吓得目瞪透淡。 她看着根本不像是一具古诗,倒是像一个火生生的人。 按下去仍然有弹性,就像是一位刚刚去世的人。 她不仅是世界考古史上的奇迹,还是人类历史上的一大奇迹。 女师千年不复,也成为了一个世界性难题。 就在考古人员清理文物的时候,一枚印章的出土, 彻底揭开了墓主人的身份之密。 只见上面刻着妾心锥三个大字, 她就是后来震惊世界的心锥夫人。 通过出土文物上面的文字信息, 基本可以确认墓主人就是西汉时期某位戴侯的妻子。 戴侯只不过是一个小小的侯爵,一个小侯爵的夫人。 为什么可以享有如此豪华的墓葬规格呢? 这个雍容华贵的女人, 为什么死后历经两千多年的时光, 依然可以保持世神不顾呢? 专家决定对心锥夫人进行一次全身检查, 最后竟意外揭开了墓主人的死亡原因。 通过解剖结果显示, 墓主人生前患有多种疾病, 患心病、胆食症、 日本血腥虫病等多种疾病。 因为患有胆食者平时又喜欢吃甜瓜, 最后引发胆脚痛惯心病, 去世时50岁左右。 然而就在考古专家为心锥夫人千年不符的原因寻找答案的时候, 日本的生物学家坐不住, 他们三番五次地向中国讨要心锥夫人的头发, 可就是不说明缘由, 也不说明用途。 中国果断地拒绝了日本这一要求。 多年后我们才知道, 原来日本之所以想要心锥夫人的头发, 是想拿来做基因研究。 心锥夫人作为世界上保存最完好的事实, 还保留了一头乌黑亮丽的头发。 也不难理解世界各个科学家都想了解其中的奥秘。 你对日本向中国讨要心锥夫人的头发有什么看法? 欢迎留言讨论。 好了, 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, 咱们下期视频不见不散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